小动物啊猫猫狗狗都是这样 比如说如果你这个人品很差 你到一个人家里面去 这个小孩子 你就抱这个小孩子 刚刚一岁的小孩子几个月 根本你就抱一哭了 然后呢那个猫狗都跑的 所以佛教故事里面常常说 这个人如果婴儿或者是小猫小狗 愿意贴在你呢 说明这个人人品不错 这个人品是什么 就是你的杀鸡 心移动 心移动的气移动 杀鸡腾腾 杀气腾腾 喜气洋洋 怒气轻松 这个气啊 我们感受不到 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和逻辑 已经限制了我们 而另外一些 没有知识逻辑的人和动物呢 他就能够感受得到 是是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 很有趣 对 所以这个故事就讲 叫欧鹿忘机 就是说通过这个能源 反映到什么 你看欧鹿忘机 到底是谁忘了机了 是谁忘了机了 是欧鹿 实际上欧鹿察觉到 这个人要抓着他的这种心机 欧鹿觉察到了 其实恰恰是人忘了这个 你不要带不好的心念 然后人忘了天机了 你动了不好的心念 鸟都知道 那是不是说弹这个曲子 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 你的心机就会 就是说天心会重新打开 所以我们就说 修身理性 这个都好懂 修身理性 调理性 调用我们气学脉络 然后以反天真 返回到那个天真 那个什么 本真 就原来的我们那个本我 原来的那个智慧 就原来我们带来的 那个原本的那个智慧 对 咱们就试一试 嗯 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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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那句话 欧鹿旺鸡 我们常常在想想自己 是什么东西阻碍了我们 让我们那些 比知识和逻辑更重要的 那些本能丧失掉了呢 我们有没有办法 把它们重新换回来呢 放松自己的精神枷锁 去掉一些 对逻辑的简单的依赖 你就会慢慢发现 你会像小孩子一样松弛 那个时候你才会像 恢复一个婴儿般的睡眠